你绝枪剑一审 盘点江夜被电视剧弱化的三大力量 一 屠夫和九徒 屠夫和九徒是江夜中为二 从上次永夜中活下来的大修行者 拥有近乎永生的岁月 若是按照夫子所说 修行就是比谁活的时间更长 那么这两个人的境界 毫无疑问已经达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程度 九徒无拘于无量 是江夜中速度最快的人 屠夫境界接近不朽 其力量和肉身强悍程度 直追江夜第一防御蒋经手作 如此恐怖的两个老怪物 随便拉出一个 都不是书院后山弟子所能对付的 更别说他俩一起上了 可是电视剧为了急刹车 不仅安排他们二打一 去对付一个不太会打架的晚辈 而且还让李漫漫连续两次 轻而易举地接住屠夫的刀 要知道 屠夫的刀重若小山 援助对他的评价是 即使柳白复生 也无法应接 冠主不会应接 除了柯浩然 无人能够应接屠夫的刀 难道李漫漫打架比冠主还猛 另外 朝小树藏剑于身杀九徒 在原著中虽然确有歧视 但他击杀的只是九徒一人 而且时间是在几年之后 可是电视剧不仅提前让他死了 而且还把屠夫也拉过来 一块受死 更搞笑的是 这二人竟然是被桑桑叫去帮忙的 桑桑 屠夫何在 桥子 再就迟到 不得起先 快送快送快送 桃山光明记时的桑桑 虽说已被夫子注入人间之力 神性蒙尘 但他仍然是高高在上 是人类如蝼蚁的浩天 他灭柳白都不费吹灰之力 难道对付区区几只小蚂蚁 还需要两只大蚂蚁帮忙 所以原著根本没有这回事 电视剧如此魔改 其实没必要 二 大唐悬甲重骑 悬甲重骑是唐国的王牌军队 号称天下无敌 勇士不败 可是从电视剧所呈现的画面看来 似乎并不咋地 难道真的是浪德虚名吗 其实不然 在原著中 立刻指挥悬甲重骑进行绝地反击 浴血奋战 一直打到燕国兜城 最后虽然全军覆没 但也让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燕国皇宫被烧 燕王在战乱中吓死 龙庆身受重伤 那些草原骑兵和西陵护叫骑兵 更是死伤无数 成经之战 大唐悬甲重骑在落入圈套 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给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最后拼得全军覆没 但是虽败犹容 不辱无敌之名 而电视剧不仅让这支王牌军队在燕国的阴谋下 窝囊地死去 而且还无中生有地安排了一场 朝小数单剑灭烟的戏 抢了悬甲重骑的功劳 帅则帅矣 却显得不合逻辑 难道连大唐都敢叫板的燕国 还会弱得连一个知命净强者都没有吗 3 原十三剑 原十三剑是书院四先生和六先生 根据宁缺的构思 合力打造而成的一种最具创新性的武器 援助对他的描述是 威力大的令人瞠目皆舍 原十三剑是弓箭与浮道的完美融合 不仅可以无视空间规则 越近杀敌 而且距离越远 威力越大 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射出时没有任何运动轨迹 直接进入虚空 当你发现石已经被射中 让人防不胜防 不过也只有宁缺这种到复尖修的怪态 才能使用 原十三剑可以说是将夜中 无数修行者的噩梦 宁缺刚入洞悬 就一剑废了龙庆 入知命境的他 在荒原射的朱强胆战心惊 逃山入天启时 宁缺更是一剑到了十几名道门强者 西林掌教背他的原十三剑 折腾得差点巅峰 最后一剑将万里之外的清禾郡催老太野 射成粉末 宁缺在入天启时射出的原十三剑 除了将夜第一防御讲经手作 没人敢应接 后期宁缺与桑桑天人合一 射出的原十三剑 连清禁镜以上的灌主都能伤到 如此恐怖的武器 在电视剧中却被大大削弱了 不仅射出时出现清晰的轨迹 而且似乎随随便便都能接 远不如原著队原十三剑的设定 除了这些瑕疵 将夜这部剧整体上说来 还是蛮不错的 无论是实景拍摄 还是特效 都很nice 还原度也比较高 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国产玄幻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